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銀行放貸,最大的風險當然是貸款變成壞帳 收不到錢 量度銀行貸款業務的資產質素就要看不良貸款比率 不良貸款比率是不良貸款餘額相對客戶貸款總額的比率 比率越高自然代表銀行潛在收不到放款的比重越大 資產質素亦是越差 一般而言,借款人拖延償還本金和利息達到90日或以上 那筆貸款就會被視為不良貸款 內地銀行業會將貸款分為五級 分別是正常、關注、次級、可疑和損失 其中次級、可疑和損失類就是不良貸款 有些不良貸款最終是有機會變成壞帳的 即是銀行完全不能夠收回那筆貸款 因此不良貸款越多 越大機會蠶食銀行的盈利 近年內地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情況慢慢改善 以工商銀行為例 不良貸款比率由2014年的1.13% 連升兩年去到2016年的1.62% 每股盈利亦由0.78元人民幣 其後不良貸款比率連跌兩年 回落到2018年的1.52% 每股盈利亦回升到0.82元人民幣 總結而言 不良貸款比率是反映銀行貸款資產質素的情況 比率越高對盈利的壓力越大 拜拜